当年有这么一部电影 因尺度太大 占用七天便惨遭下架 后来据说删减了六分钟 你们不爱看的 才勉强赴赢 不过即使这样在播出后 也依然被人评价 一部电影居然会透出 一股浓浓的猥琐气息 可以这么说 如果某些镜头 再稍稍的大胆一些 那就妥妥的 是一部非常二加一剧电影了 所以本期 妖怪都市 我先来 话说泰国 惊现两个雌雄大盗 他们乱杀无辜 惨无人道 警方多次对其微步 但都被其逃之夭夭 泰国警方怀疑这两人会隐身术 所以就特意从中国 请来了一位倒数高人 林郑 当天晚上 他们准备了白灰 撒在他们藏意的地点周围 让金沙与奶蜜无处遁形 然而泰国警方 虽然能发出奇形 但却对付不了其人 其中金沙奶蜜用的一招 说人何必更是能刀枪不入 一旁的林郑坚 此次有默默的 从兜里掏出了黑骨血 撒在子弹上 然后便破了他们的法术 让两人当场个屁 但是在林郑准备回国的当晚 警方得到消息 说金沙奶蜜的尸体 竟然被人偷走了 听到此消息 林郑瞬间有种很不好的预感 可警长却一点也不担心 还表示人都死了 即使被偷走了 他又能咋地 殊不知 此刻偷走他们的尸体 竟然是他们的师父 此刻他们的师父 正准备用邪术 把他们炼制成 这世间制饮制度的妖怪 阴阳模式 传闻中的阴阳模式 不但可以男女来回变换 更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 无人能顶 他是人鬼神三界之外的妖怪 这种妖怪 连神佛对他都是一点着迷 他以人的脑汁为养疗 每吸食一次 便可以得到这个人的知识 本领 以及所有记忆 炼制一个这样的模式 可以说是任何一个 降头师的终极梦想 单因材料的原因 至今根本没有人能炼制成功 作为材料 首先要一对 深深相爱的男女的尸体 他们剩前 心肠一定要狠辣 要变态 其次是他们要在同一时间 一起个儿屁的 还要在死前 内心充满了怨恨 并且他们剩前 一定的是一对 道行高盛的降头师 以上种种 金沙奶蜜正好符合 所以此刻的这个男人 是很开心的 只要他把这个阴阳模式 炼制出来 那他就可以成为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降头师 话说 此次流程只需要了 七七四十九秒 当男人发现 他的尸体便成了简 男人到西红分子上 仅剩着两个徒弟上线帮忙 可他们到了简前 他立刻变脸 并用力的把他们按摩键上 因为男人 对他们隐藏了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阴阳模式出事后的第一餐 必须吸食一对 有道行的脑汁 除此之外 他们只要在七天内 再吸食一个 出众在十零十女人的脑汁 他们的法力 就会更加无边 三级无敌 不过呢 这牛逼还没吹多大会儿 他就被这刚出事的模式 给吃掉 前面说了 他们每吸食一个人的脑汁 就会继承那个人的 所有一切 包括记忆 而先前的两个被害的徒弟 临死前就很想杀他 所以 男人这算是 自食恶果吧 三天晚上 警长家里状况白出 首先他媳妇倒水时 玻璃杯突然破碎 其次在剪碎片时 手又被砸伤 这几天我老是眼皮会跳 我过几天就要升级了 你眼皮还跳 警长老婆心虚不宁 因为降到市的恶名 是名言海外的 他们有仇被爆 从不格言 警长见此就安慰他 说让他去拜拜神 可下一瞬间神像破碎 警长老婆被炸的当场去世 还来不及避伤 门便被踹开 警长当即掏枪果断射击 但子弹却有容打在铁板上 全被弹开 见手枪不管用 九斩又拿出了 号称能打使大象的盆子 结果手却不受控制的 射向了自己 警长家全部去世 金沙奶昧算是为自己报了仇 而后 他们将前往香港 去找林郑 话说 此刻的香港 警察委在抓贼的时候 一不小心被踢伤了二哥 重伤之下 他果断放弃抓贼 忍痛的来到了医院 而负责给他看病的医生 叫小花 忍辱其名 而这呢 也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见面 小花是林郑的女儿 最近她的领导老猪正在追她 可老林略懂面相 一眼就看出她不像什么好人 再看女儿约会态度强硬 老林只有要求老猪的生辰八字 敢打道行告人女儿的主意 老猪的下场可想而至 当小花走后 老林便起谈是法 再通过一碗清水 便看出了此刻的老猪在干嘛 老猪先是装醉呕吐 再在浴室内下药 但等小花有了反应 他则被老林施发的找不到鸟了 搞定完了老猪 老林就突然眼眺心慌 似乎预兆将有大事发生 同一时间的港口这里 天阳摩士已经登陆 但他们找不到老林 他们首先来到了道书协会 想跟协会的会长 也就是林郑的师兄 打听林郑的地址 可是师兄这个人本领不怎么样 鼓气还行 本想反抗一波 结果被人家给吃了 早年晚上 阳摩士化神的老道找上门了 可却被林郑一眼看穿 为了对付摩士 老林当即请神上身 在一个箭子打在了摩士的身上 奈何此招对他无效 老林无奈 只有用出了旅足神灯 动笔不要写谁动 可是招儿虽然打痛了他 同时也打弄了他 使得奶蜜放出了金沙 一起冲着神像嚎叫 直接音波攻击干碎了神像 干到了老林 老林也重上倒地 瞧来这时小花回来了 老林让小花赶紧逃 可门却自动关上 见此老林就让小花 立即吐口口水 吐他 小花听话照办 一口黄痰直接突充 打退了奶蜜 简直比刚刚的女子 那招儿好用多了 老林坚子也趁机 带着女儿成功逃脱 再看奶蜜并未生气 反倒是十分兴奋 因为他发现 小花竟然是他 百般寻找的失灵女孩 假如小花 根本不信老林所说 还偏执地带着老林 来到了警局 恰巧就与阿伟 第二次见面了 正所谓仇人见面 风外要红啊 无论小花说啥 他都要斥责三分 老林有些看不过去了 就让小花别与阿伟废话 说那是指妖怪 他求助警察是没用的 相当之的话 阿伟直接扣了他爸 更是带人直奔他家 说如果老林撒谎 那他就直接起诉他全家 然而来到了小花的家 他们就遭遇了 等待多时的金沙 金沙开心坏了 当即干掉了 阿伟的同事住住姓 阿伟再看同事挂来 也终于相信了老林的话 同时也很担心 他当即朝了摩世开枪 奈何前面有泰国警长打烊 这玩意根本打不动他 阿伟坚持当时腿就软了 再想逃 却被摩世一把抓到 不过呢 他们并没有立刻吃掉他 似乎着准备要慢慢享用 结果让小花瞅准鸡灰 再次酝酿一口黄痰吐了过去 出来也巧 这股黄痰正好就吐在了金沙的嘴里 让他满口喷火 重伤倒地 阿伟和小花也瞅准了鸡灰 逃离这里 之后阿伟反抗警局 告诉老外警官小花家里有妖怪 会把那个东西伸出来的妖怪啊 再和他们警长自身受过高等教育的根本不信 再看小花他们很怕 他更是出言安慰他 要不说白天不能说人 晚上不能贪愧 警长刚说完摩世 摩世就真的杀了过来 起初他们是只奔谁的女孩来的 可是坐在门口的警察十分嚣张 于是一言不合 他直接就在警局吃起了自主菜 一个警察直接冲进了警官的办公室 大声喊到妖怪杀了几个 警官气质汹汹过去开了几枪 然后就被金沙吃的盆香 除了很多人 按照他们的记忆找到了小花 小花害怕 只有故技重视 再一口老谈吐了过去精准的命中金沙嘴中 金沙再次受伤倒地 而他们也侥幸的又逃过了一劫 不过因为跑得太快 一时疏忽的竟把他爸给拉在了这里 第二天 小花带着阿伟来到了他妈这里 小花他妈和他爸分居了很多年 就是当年是因为水上水下 吵得不属开交 更是闹得牢丝不想往来 小花他妈有俩指人 号称包大听 所以不能小花说啥 他便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都知道 搞话后那俩指人就化为了一团火 烧光 小花他妈知道这阴阳魔师很是厉害 可他自称也不是吃干饭的 之后在众多古迹中 他就找到了一招能彻底干掉阴阳魔师的方法 小花是石灵女孩 他只要再找到一个石灵男孩 让他和小花一起打扑克 不会那男的呢 一定要是触男 石灵时出生的人很少 上哪儿去找呢 然后他妈就想到了一个算命 他给那么多人算过命 那手里就一定有很多人的生辰八字 如果运气好 可能其中就会有一个石灵男孩呢 于是他们来到了大师这里 大师在电脑输入石灵时 果然就找到了一个人 可是呢 这个人竟然是阿伟 找到了石灵时 但小花似乎很不满意 那为了拯救藏生 小花他妈只有再寻点击 结果就找到了一八角大法 这里提到的材料有卖圣的甘蔗 落地的柳丁 眼前的滴水 河上的头发 猛舌的吁吁和肥盆的岩石 笔手更大 七碗水熬八分满 剩你真得变花痴 小花只喝了一口就发烧的亲他妈 而他妈只沾了一点点口水 竟然也跟他受想大发 我先来 带药效一过 小花他妈得到消息 变阳摩世正带着小花的爸往这来呢 时间紧任务中啊 小花让他妈抓点紧 或者关键时刻 他们俩一个想不通 一个想不开 等到想干点啥时 变阳摩世已经杀来了 我怕哦 你终于会怕了 刚才怎么瞧你都不肯 现在你要做都来不及了 小花他妈气坏了 但也只有硬上去外面撑一下 阿伟见此只有拉着小花就往出房吧 小花就问阿伟是不是跑错地方 这事应该去卧室的呀 可再看阿伟直接拎起了煤气坏 难怪他是触男的 则小花他妈起弹尸发 差点烧死他爸 变阳摩世见此更是感叹着两门太虎的同事 便把老林还给了他 并和他斗起了发 可小花他妈精心准备的神弹活血 对起魔石是根本没有办法 无奈他就用出大招 直接脱出了裤衩 真行啊 穿着外裤都能把内裤脱下来啊 他用手一甩那裤衩套在了魔石的头上 可紧紧顶住了他片刻 便被震得洗碎 再也面对老林的嘲笑 他直接抽出了两把片刀 那后阴阳摩世刀枪不入 关键是和阿伟丢出了煤气罐 有着摩世单手一接 他再开枪一射 那煤气罐瞬间爆炸 摩世被扎得四分五裂 爆炸之后 老林夫妻从一片飞墟中 找到了来不及逃跑的阿伟和小花 可没等他们高兴太早 再看他炎阳摩世竟然自动合上 几人见此只有立刻逃回了老林的家 用老林的话讲就是 小花和阿伟都骨折了 是老猪过来帮忙打的石膏 临走时 老林给了老猪几片幼子叶 说是胆胆身上的气味 不然他的身上有他们的味道会遭痒的 老猪不信 出门就把他丢掉 然而再回到医院 就被阴阳摩世给找到了 同一时间的阿伟这里 此刻正在和小花躺在一起 说白了现在还是时间紧任务中 奈何小花有点不知从哪下手 而阿伟此刻更是下不了手 小花他爸就趴这一点 于是拎着播放器 过来放了一首超呆胆的音乐 而小花他妈呢 更是急得出言之道 哎呀你管他那么多 一骑上去地盖天就把他吃掉了 你说什么地盖天啊 现在的这个环境是最适合用地盖天了吗 就夫妻里阿伟的小花操碎心了 为了给他们偷远时间 他们只有出门摆阵 当年老林的祖师爷曾留下一个莲花阵 十够多年 他们再次摆出此阵 用来对付阴阳摩世 当摩世走进阵阵阵的那刻 他们二人又是立马双剑合璧 一同诛杀摩世 差时摩世全身起火 一把大火更是直接烧光了 他的整具尸身 可他们发现 即使摩世被炼制的只剩一滴血 他也能快速复原 法力无边 此刻的屋内再次感受到 外面的激烈之后 他们的压力也很大 老林夫妇用雪花掌中雷来 突厌时间 可是大出雪的招式 根本撑不了多久 眼看着自己即将失血过多个儿屁了 再看着小花他们 磨磨唧唧还没出来 无奈 二人只有使出了师父亲传的 红杜兜之术 红杜兜 出抹猪血随我手 红杜兜 不要 结果他们发现 这招居然是师父 跟他们开的一个玩笑 不过他们总算是挺到了小花出来 正所谓世间万物 一物降一物 此刻小花阿伟的双人合璧之术 正好就克制燕氧模式 所以即使他们用出双头 那也只是浪费了他们两口吐沫 趁他病 要他命 小花阿伟一人对付一个就打了起来 而刚刚还药物洋味的模式 此刻被阿伟小花揍的是毫无还手之地 很快阿伟就干掉了奶命 而小花在他爸的帮助下 也解决到了金杀 至此 燕氧模式总算是个儿屁了 战战之后 一下四口来到了神像前喜气洋洋 这时呢 老林就提出让他们俩结婚能进 可一听到这 阿伟就不乐意了 不要那么老土嘛 吃了就要结婚 那他岂不是要加几百次了 我的思想很开放的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叫你负责的 那得谢谢你了 要不要我搭点金饰给你 哎呀不好意思 谢谢啊 何必破费呢 披霉金简单 故事到此结束 很暴力的一部片 感谢还能有小伙伴看到这 看的时候呢 是直奔着林征英去看的 可看的过程中 发现了老曹和陈亚伦 就知道很不简单 没想到看完之后 发现编剧是老王 那真的是太不简单 本片上映于1992年 因为有阴阳模式的设定 那就姑且算它是一部僵尸片吧 可是要知道僵尸片的黄金时期 是1982到87年左右 1992年之后的僵尸片 可以说是无论票房还是质量 都是惨不忍睹 但是这一年呢 却是英书最高产的一年 一共上映了八部电影 包括很多人都知道的 《新僵尸先生》 《音乐僵尸》等等 但八部电影票 加起来都没有以前的一部高 其中最高的《新僵尸先生》 也只有636万的港币票房 算是彻底的标志着 僵尸片的末路 在这部片的设定 很有脑洞 不愧是老王啊 居然让男军主打扑克 才能战胜燕阳模式 据说这样的设定 是直接给殷叔带来了阴影 以至后来再遇到 类似燕阳模式的题材 就直接跟他掰了个掰 另外说说这里的漏洞 比如燕阳模式都刀枪不入 水火不侵了 即便是老林旅祖上身 都干不过他 可居然对女主的口水 毫无抵抗之力 怎么说呢 以前就听说过 有人能一夜写出一个剧本 那这个该不会是 几个小时就写出来的吧 甚至是边拍边写的呢 不过呢 总体来说 当个喜剧看还是不错的 最起码里面会有一些 跟主线毫无关联 又让人不忍跳过的故事情节 好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喜欢的麻烦帮忙点点点 那行 我们下期再见吧